成为人生赢家 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十年 你只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人生十年 十年之后 你必须要遵守契约 把你的生命交给联盟 什么是联盟 你只有选择的权利 其他的 你不需要知道 好啊 如果真的可以 我愿意和你签那份契约 我要成功 我要出名 我要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过我想要的日子 不管是有多不好啊 做梦还想着绿西 我去啊 会痛啊 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是警察小姐吗 我是 你好 我是启程网站的负责人 是这样的 我们想和你聊一下 你小说出版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可以跟我们出来见一面的 好啊 那太好了 谢谢宁静老师 喂 你好 喂 你好 警察小姐 我们是文艺风出版社的 想找您合作 好啊 那我们晚些再给您打电话 咱们有个时间见面 喂 靳老师 您的小说 我们想用三千万 买下独家版权 并且之后 还想与您长期合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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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嗯 好的 好的 我知道 嗯 好的 好的 我知道 好呀 很棒 咦 好呀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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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小姐 您今天的搭配非常 fashion 我是时尚杂志的记者 正在做亚洲新潮流街派的专题 请问我能帮您拍几张照片吗 您好 我是最美女人的摄影师 你是金茶呀 能跟我合照一张吗 不好意思 我从来不接受外拍 金茶小姐 美女 需要帮忙吗 金茶老师 你皮肤可真好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皮肤这么好的 现在网上都是你的新闻 你已经登上热门话题快一个月了 这势不可挡啊 运气好而已 每一本书都是畅销书榜首 只要拍上杂志封面 就能卖顿货 已经挤掉了几个女明星了 这打印化妆品啊 我看啊 不是运气好 是命好啊 喂 小诗 喂 小诗 都好几天找不到你人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金茶 你帮帮我吧 我试验 又被那个渣男给甩了 我交不起房租 又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灰啊 没关系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喂 你好 你好 你要约金老师的统访啊 好的好的 你等一下 我看一下她的档期啊 我看一下她的档期啊 对 我们金老师最近特别忙 档期排得可满了 我们下礼拜二的话 下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做专访 对 好好 不好意思 那个稍等一下 我进来一个电话啊 不好意思 喂 哦 版权啊 版权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下周 下周的话 现在时间还说不好呢 好好好 那到时候我们提前联系吧 好吗 好好好 谢谢 小诗 每天我们行程安排得这么满 我都没有时间写东西了 如果你现在写东西 还能像以前那样保质保料的话 我需要那么麻烦 像现在这样帮你接通告吗 喂 喂 电视选秀评委啊 这个你们得发给我你们具体的时间安排 还有那个评委的阵容 警察 你已经几个月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了吗 十年之约到了 你该履行你我的约定了 你 你的作家生涯已经结束 也该是你结束生命的时候了 不 契约早已经签下 把生命交给联盟吧 不 不 你会履行承诺的 救我 你怎么了 做个梦了 做个梦了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梦 警察 你说你最近写不出东西 会不会是跟你身体状态不好有关系啊 谁说我写不出东西呢 我会有一部新的长篇要发布 这部长篇比之前的都要有深度 所以说需要的时间也就更长呀 好好开车 怎么回事啊 车被挂了 你看 你不会还不知道车险报案可以用APP吧 好车主APP有口袋里陪服务哦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一个作家产量这么大 很不科学 不是抄袭 就是有代笔 没关系啊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好看的 真为你的智商感到心碎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联盟的人 长什么样子啊 他每次出现都很模糊 根本看不清脸 你再仔细好好回忆一下 在梦里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吗 比如他的声音 或者外形 十年间 我断断续续地一直梦到他 但每次醒来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 但是 我隐约记得他好像戴面具 面具 是吧 你也觉得那个人很眼熟 是不是我们一起见过的人啊 不好意思 我又一不小心读到了 既然你们是执念师 又认识联盟 那你们一定可以帮助到我 虽然我们是执念师又认识联盟 可是我们真的不一定能帮得到的 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的话 我新书的百分之六十的稿费 全部都归你们 怎么样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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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改编程电视剧的时候 给我个小角色就可以了 最好是能跟男主角有对手戏的那种 你别心碎 进场老师肯定也会给你个角色的 是吧 你刚刚说 这十年 你断断续续都梦到了联盟 你有没有醒来的时候 做一些记录 或者绘画之类的 你是作家 对文字这么敏感 我们想 多了解一些 也好知道怎么样帮你 这段期间 我确实一直都在写 都是基于我梦境的再创作 不过都是手稿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我去开车 这 咖 咖啡姐 是她咨询我们的 我是这里的常客 算在我账上吧 大风 进场老师 我想这本书 签了名的肯定比不签名的贵很多吧 谢谢了 给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好 等等我 来 小心 快点快点 慢慢 快上车 怎么了 快开车 快点快点 继续 exhale 怎么啦 有人杀金 magn 不会吧 这才一分钟啊 快车 快开 LISA выйis 她 Tellg 没有极致的痛苦体验 哪嘎得才有极致的涅槃呢 你谁呀 小诗 别误会 这是我特意为你请来的人波切大师 专门为你驱散邪魔 洗涤心灵淡 我不用 你请他走吧 你最近不是老做噩梦吗 这个大师在朝阳区很有名的 我专门托人请过来的 人生嘛 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 要么循环沉沦 要么浴火重生 苦修也能变成乐行 活着 其实是一场非常庄严的游戏 大师 弟子自幼仰慕佛经 游戏金刚经 今日有缘面见大师 还望大师开试啊 金刚亲嘛 试了金刚四祖此都不 大师 他是我朋友 大师 您这配时代反了 尤其是长相 长相也太 阿弥陀佛佛博足保佑 毫无悔根 无缘无缘 我看失足面露凶恶 想是早已恶运轮回 贫生不愿化解 高齿 大师你先别走啊 是不是闲钱少啊 金老师可全都仰仗您啦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社卫国 指数己孤独猿 与大笔秋重 千二百五十人距 师父 没事多翻翻你手上的书 大师 他是不是也撞写了呀 他呀 让他见鬼去吧 我送你 来 喝水 一说金刚精 就跟我提四大金刚 我还变形金刚呢 骗人 也得专业点吧 真为他的智商感到心碎 清茶 你这这么好 肯定特别贵吧 你缺不缺保姆 会认字那种 或者失友 会打扫灭声的那种 别开玩笑了 小诗啊 像这种路边散痒的大师 十个里面有九个 都说自己是活佛转世 你以后能不能别请这样的人回家 既然是金茶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房间吧 好好好啊 我没兴趣 我没兴趣 别给你把墙摸脏了 这儿是主卧吧 真好看啊 这儿是主卧吧 真好看啊 我不是冒犯你 我对这些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喜欢的 是经济社科类的书 这些啊跟我之前的小说 完全不一样 这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 写下来的 记录了我的梦境 哪部分是你的梦境 这儿是你闺蜜吗 这儿是你闺蜜吗 这是什么情况啊 留心 留心 带钞 带钞 快走 走 我的手稿 别管他了 走 是空员陪你来的吗 快走 需要帮忙吗 我们 我们遇到 六斤 你没事吧 姑娘 你刚才转向的时候 没有打这个转向灯 这给后面的车辆 容易造成这个追尾的危险 下面希望您配合 出示下您的驾驶证和身份证 不好意思啊 不对啊 应该是驾驶证和行驶证吧 阿邦 开车 这就是你们说最安全的 放心吧 绝对安全有保证 再见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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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咱俩 快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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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安全了 职者 二零一六年 有執念师未经 许可私自离开联盟 去执行任务 这事儿您知道吗 是麦利亚斯安排的 他有这个权利 可他没有权利擅自将联盟的资源私用 还让执念师带上了屏蔽执念力的道具 屏蔽执念力 看来这个麦利亚斯隐藏得真不少 职者 您对这个执行任务的执念师 有什么了解吗 编号八九二七 任务保密级别 这确实是一会场下达的任务没错 可是麦利亚斯擅自对执念师下的任务是想要干什么呢 我要赶紧告诉阁下 人人平等的话只有话语权 而权利下来只专属于少数人 在很多人看来 议会和议会长是一回事 一个没有公开记录的任务 一个不知名的执念师 看来这个任务一定非同小可 对麦叔叔来说 非同小可的人只有一个 我 恒者 我记得她上次喝酒 还是在两年前 被汝燕熙拒绝的那次 两年喝这么一次 坚持得够好了 她这么处心积虑地想要得到支者的身体 无非是想要动摇恒者的地位 掌握了支者 就掌握了算法 这样就能控制整个联盟了 现在的麦利亚斯 就是在和恒者争夺支者的身体 不管怎样 麦利亚斯这一次一定会对恒者不利 但是 支者会眼睁睁地看着恒者陷于不利吗 现在的支者 除了运算什么都做不了 他保护不了恒者 也保护不了自己 唯一能依赖的 就只有我们 所以无论麦利亚斯做什么 我们都要阻止他 的话 1个月 2个月 2个月